如果人们来到你和说 什么是中国的模特 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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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成为国家 你会说 什么是你的成为目的键 什么是这个模特 改革开放 极大力 我们一个重要的观念 2008年9月23号 温家宝接受了美国 CNN记者的采访 这个采访信息量非常之大 这个记者一开始的提问 还比较温和 问比如说一般的人权 也包括中国的 你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 到底怎么回事 紧接着他就开始提问了 他说我曾经看过一张 你在89年的那个照片 那你怎么来看待那场运动 那个照片就是温家宝当年 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 看完学生 这张照片也很有名 赵紫阳当时发表完那边 讲话之后就消失了 而温家宝在89年之后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后来又从中办主任 顺利的当了国务院的副总理 又当了总理 温家宝面对这个提问的时候 表情非常非常意味深长 我觉得我们国家 温家宝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他只是说 中国一定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 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要逐步完善 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就是增加选举 中国需要一个更开放的选举制度 保证人民群众可以实际的拥有这个权利 第二 第二个方面 完善的司法制度 这完善的司法制度 才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基础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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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的监督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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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 这个监督 既包括媒体的监督 还包括其他党派的监督 当然他也说了 他说中国因为这个国家非常大 这些改革本身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要循序渐进 但是你可以看到 温家宝当时面对CNN的这段采访 其实他的观点已经非常接近 现代政治的含义了 今天我们接着来聊 温家宝到底是不是影帝的话题 我自己的分析 就是温家宝 他自己在他第一个任期之内 还是很有一番雄心 想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也包括做了一些尝试 公推公选 也包括财产公开 也包括基层的一些人大代表的选举 但是在08年之后 整个政策转向了 这个政策转向 或许是胡锦涛不认可 或许是整个党内的大局势 大家共同不认可 所以使得他自己 慢慢慢慢的觉得 在党内搞政治体制改革 他自己无力推动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08年之后 他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 不停的在提政治体制改革 那你作为一个总理 你不能够实际推行这些政策 你拼命的在媒体面前 喊这些政策 说这些政策 其实可能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说明他并没有能力主导这个进程 最典型的就是2012年 他作为国务院总理 最后一次接受新闻记者的招待会 他在这里头就讲到 政治体制改革 如果不推行养取的话 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 有可能重演 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特别是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 改革到了 攻坚阶段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 经济体制改革 不可能进行到底 已经取得的成果 还有可能得尔复失 文化大革命 这样历史的悲剧 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因为这相当于他的告别演说了 告别采访了 所以他这个话 我个人觉得 实际上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他这个时候 他已经不是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了 他是在给后来者敲警钟 就是如果你要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 那么历史的悲剧就银剑不远 当然 这个可能历史的发展 也正如他所预测的那样 确实如此 我为什么说 这个温家宝 他本人 他其实对政治体制改革这东西发生了内心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就是温家宝本人 他这个思想 他不是在一夜之间形成的 温这个人是一个技术官僚 他跟朱镕基一样 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大学生 然后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 非常需要一些有知识的年轻干部 所以他和朱镕基都是那一批火箭提拔的干部 从处级到部级 他经过了几年三四年的时间就掉上去了 然后他1982年的时候进入到了中南海 86年的时候当了中办主任 当时赵紫阳 胡耀邦主政时期 也是中国改革最意气风发的时代 赵紫阳当时在1986年的时候 就组织了七个小组 对党内的政治体制改革 分项进行研究 当时的温家宝负责其中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的内容叫党政分开 赵紫阳的秘书鲍同事后回忆 他对这个小组 实际上工作的成就是挺大的 因为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因为你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 跟整个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那么现在我们看不到 他们党政分开小组自己做的报告 整个他们调研大概只剩一年 但是最终据鲍同讲 他的大部分内容都汇总到了 党的十三大报告上 基本都被采纳了 所以我们去分析一下 十三大报告 你大致可以分析出来 温家宝当时在党政分开 这个调研小组里头做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准备在全国的各级组织中间 逐渐撤销党组 当时十三大就讲 除了那种选举产生的机构 应该设党组以外 就比如说人大 政协 还有一些社会团体 共青团 其他的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 都应该撤销党组 比如说国务院 国务院你的各个部委 是由总理提名 由人大任命的 所以他就认为 国务院的各个部委 都应该撤销党组 你想想 这个是一个当时非常了不起的举措 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做法 当时全国各地 实行了所谓的叫 厂长负责制 校长负责制 就是高等学校过去 都是被称之为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国有企业 也是党委领导下的 这个厂长负责制 经理负责制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改革的趋势下 就提出来明确的 就是厂长负责 就是经理负责 就是校长负责 高校可以保留党委 但是党委不再是 这个学校里头最高的领导机构了 这个学校真正负责 是校长 而不是党委书记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最重要的 就是要猜测政法委 政法委 大家都知道 是中国共产党内部 管公检法的这么一个机构 权力极大 所以赵紫阳那个时候 在十三大报告里 就提出要逐渐猜测政法委 为什么 因为政法委跟司法独立是相冲突的 所以后来就主张 把政法委改为 叫政法调研小组 那是政法研究小组 它的功能就变成了一个调研机构 不发文件 不干预具体的个案 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安排 省一级的政法委就要逐渐的撤销了 当时在全国也已经撤销了九个省的政法委 也就是说司法部门就逐渐的要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机构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第三个方面的内容 就是纪委的职能的转换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纪委权力也非常大 大家一听说这双规双指 这都哆嗦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完全不受司法机关的影响 直接就把你抓走了 限制你的人生自由了 而且纪委如果说你完蛋了 你就完蛋了 所以当时的改革就认为这样的一套逻辑 是违反这个现代政府之间的关系的 如果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违法了 应该是司法机关先处理它 处理完之后纪委再开除它的党籍 或者说对它进行党籍处分 那么日常的纪委应该主要是处理哪些方面的内容 就是一些一般的党籍的违规行为 而不应该涉及到司法部门的 如果涉及到司法部门的 就应该由司法部门先行处理 那你想想 它也就意味着纪委的权利 应该是低于司法部门的权利的 那这也是当时要改革的一个方向 第四 就是党委机构要属地化 什么意思呢 你就比如像安刚这样的企业 它一方面它有一个党委 另外一方面还有个厂长经理 那么这个安刚的党委 是归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样的党委要逐渐下放到安山市 就不再归中央管了 但这个改革当时受到的阻力非常大 因为安刚的党委肯定不干了 因为它当时的级别高 是正部级 如果你归安山市管的话 它就没级别了 所以你可以从十三大的报告可以看到 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那个方案 是非常之激进的 就真的是想要把中国共产党改成一个在宪法框架下进行合法活动的政党 当然非常可惜 就整个这一套改革的方案在1989年的时候就嘎然而止了 在这个之后 邓小平虽然说过十三大的报告一个字也不改 但其实所有当时这个改革的方向都停了 比如说政府部门的党组又通过恢复了 高校里头又变成了很多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比如说这个裁撤的政法委又重新恢复了 但是你可以知道的是 就是温家宝当年组织的这个党政分开的调研小组 可能从某种角度来讲体现了他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和看法 所以我的理解就温家宝 他应该是赵紫阳胡耀邦时代 中国共产党内部改革的那一套体系的隔代继承人 就是赵紫阳的改革因为89年中断了之后上来了江泽民 江泽民最后把这个东西交搬给胡锦涛的时候 然后他当了国务院的总理 他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把89年中断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竞争继续进行下去 但是非常可惜 因为温家宝本人他实际上只是总理 在党内也只是二号人物 更何况在胡温时代实行的是九龙治水的政策 所谓九龙治水 在共产党的政治局这个体系里面 每个人分管一块 那么国务院实际上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主要都是管经济 政治这一块实际上并不归这个国务院来管 所以温家宝他能够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当CNN的记者最后问他 觉得25年以后的中国会实行竞争性的选举吗 他也没有把握 25年以后的事情我很难遇见 我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 再过二三十年 他只是说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一定会比现在更严重 他也只不说这一步 会更加公正 但是非常可悲的是 即便是他当时所做的这一切 在他离任之后 这一切都慢慢的变成了这个泡影 他当年所推动的那些改革 渐渐的也都全部被收回了 全部又销声一击了 而今天这个样子大家都知道 不但离那个八九年之前的那个改革 渐行渐远 就包括温家宝当时提出来的内容 也慢慢慢慢全部被否定了 什么媒体监督 什么党外监督 什么竞争性选举 什么司法独立的 统统都不再提了 由于能力所限 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 我的工作 还有许多不足 虽然 因为不负责任 而造成 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误 但是 作为国家机关 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对于 我在认知期间 中国经济和社会 所发生的问题 我都负有责任 节目的最后 我还是想强调一下 这社会上长期以来 对温家宝 把他称之为影帝 可能不是特别公正 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运作体系 对于像温家宝这样的人 他虽然是总理 但他很多事情 他也是有心无力 当他有心无力的时候 他就或许要通过一种 在常人看来 不是特别正常的一种方式 去表达自己的那种无力感 就比如说 他一遍又一遍的来呼喊 中国应该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通过接受外媒记者的采访 来谈他对中国社会的看法 来谈对中国社会体制的看法 来谈他对中国社会未来的期许 包括当他母亲去世的时候 他都要通过澳门一家 名不见经传的报纸的方式 来谈他对中国社会的那种期许和愿景 这一切都说明 其实就是在党内 要想进行一种真正的改革 是多么之艰难 但是我们也想说 即便如此 实际上依然还有像温家宝这样的领导人 他们真的想改 真的想把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一个 符合现代宪法逻辑的政党 当然在温家宝之后 中国共产党内部这样的人就几乎不存在了 但尽管如此 从赵紫阳胡耀邦再到温家宝 他们曾经存在过的这一段 想要把中国共产党改革成一个现代政党的努力 仍然是值得我们去肯定的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期节目 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 那个曾经想要改革的时代 曾经想要努力改革的人物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 已经取得的成果 还有可能得尔复失 自由不是空洞的概念 而是言论 信仰等基本权力的实现 人类的进步 就是在各种不同思想的争用中萌发的 中国 要有一个真正光明的未来 必须发挥权力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特别要鼓励人民的创造精神 提倡独立思想和批判思维 建立社会主义民族政治 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 改革 只能前进 不能停滞 更不能倒退 停滞和倒退 都没有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